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他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杰莎贝尔》 故事开始,怀疑的女主不幸遭遇了车祸,受到了重创 胎儿跟着流产,老公也在车祸中丧身 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多年未见的父亲 无奈之下,行动不便的女主只好打电话向父亲寻求帮助 随后父亲便赶来医院,把女主接回了老家照顾 两人回到家,父亲安排女主住进了母亲生前的房间 由于女主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所以对母亲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接着女主便在柜子里翻出了一盘录像带 女主迫不及待的打开,里面是母亲怀孕时特意为女主录的视频 母亲希望女主能在18岁成人的时候看到录像 还用塔罗牌为女主预算了将来的运势 然而预言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反而算出有一个灵魂正在伴随女主左右 并且这个灵魂还满怀恶意的要把女主赶出这个房子 这时父亲突然闯了进来 当父亲发现女主在观看录像带后脸色大变 父亲不由分说的砸坏了录像带 并警告女主不要多管闲事 当晚女主就做了奇怪的噩梦 紧接着女主被吓醒 床帘上出现了一个坐冷宇的女人的身影 女主害怕的询问对方是谁 结果对方却说出了一个和女主相同的名字后便消失了 转天一早 女主就在床边发现了空无一人的轮椅 随后女主又瞒着父亲找到了母亲留下的第二盒录像带 此时录像带里的母亲继续帮女主做着占卜 母亲贪嗔神算子 不仅算出目前家里有两个灵魂存在 甚至连女主昨晚做噩梦这样的小事也算了出来 接着母亲就告诉女主 你昨晚看到的那个灵魂实际上就是你自己 这个灵魂代表着你自己的心魔 最后母亲又开始了新的占卜 然而在这次的占卜结果远比上一盘录像带里还要恶劣 因为母亲在预言里看到了女主的死亡 然后女主就让男主帮自己从垃圾桶里捡回了录像带 打算一睹为快 男主好心地建议女主最好等改善精神状况后 再看这些奇奇怪怪的录像 但是女主非常的固执 表示不看不行 直接就驳回了男主的建议 男主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女主的家 晚上女主正在观看录像带 录像带里的母亲预言 仍在变本加厉地吓唬女主 还告诉女主你必死无疑 随着母亲的话音刚落 怪事就开始连连升级 先是酒瓶爆裂 天花板上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印子 接着一股力量推着女主的轮椅来到了镜子面前 女鬼也在镜子中现身了 在女鬼的指引下 女主从镜子后面又拿到了一盘录像带 白天男主过来探望女主 两人在湖里划起了小船 接着两人来到了对面 发现树上挂着很多巫术道具 更离奇的是 岸边还立着一块所有女主名字的墓碑 墓碑的附近还有人来祭拜过的痕迹 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 两人找工具挖开了坟墓 然后就挖到了一具小棺材 里面放着一具婴儿的骸骨 随后两人立刻报了警 警察经过初步鉴定 查出这是一具被谋杀的死因 最后警察拿了骸骨回去做DNA检测 让两人耐心的等待结果 之后两人去调查女主母亲生前雇佣的家庭厨师 而厨师在见到女主的瞬间 就像中了鞋一样 开始哼唱一种关于灵魂附身的歌谣 眼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两人便打算去调查 教母亲玩塔罗牌的占卜师 然而在去往占卜师的路上 男主发现了一个计台 计台上放着一个黑人的相片 正当两人准备细看时 突然来了一群黑人 把两人给赶走了 有了之前的经历 为了安全起见 女主准备搬到男主家去住 就在女主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 女鬼幻化成女主的样子坐到了男主的旁边 男主起身想逃跑 结果却被女鬼暴打了一顿 接着男主就被救护车抬走了 此时的女主正在家里观看镜子后面找到的录像带 然后警察打来了电话 告诉女主死因的骸骨检测结果出来了 死因的DNA和女主母亲吻合 但是却不是跟父亲所生 婴儿的生父应该是一个黑人 而此时录像带里的女婴却是一个白人 也就是女主 接着录像带播放完毕 女主死去的母亲也在这时现身了 原来家里的女鬼就是母亲 所以母亲才能预言发生在女主身边的灵异事件 当初母亲和黑人占卜师偷情 然后生嫁了一个黑人女婴 在此之前 母亲为了能生下这个孩子 甚至任由自己的病情恶化而不去做化疗 但是孩子一生下来 女主父亲就知道自己被虑了 毕竟两个白人是不可能生下一个黑人的 面对这种事 每个男人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 父亲先是把女婴溺死在了湖里 然后放火烧死了黑人占卜师 接着父亲为了掩盖罪行 抱养了一个白人女婴 也就是女主 并沿用了母亲原本给黑女婴起的名字 截杀贝尔 最后母亲对女主施了法 然后吞枪自杀了 这时黑人占卜师也现身了 女主这才醒悟 自己之前在幻觉里看到的被烧焦的黑人 可不就是这位吗 黑人不仅是个占卜师 还是个邪教会的头目 白天把男女主赶走的那帮黑人 就是黑人占卜师的忠实教徒 接着两人就合力把女主绑了起来 再次施法 然后把女主扔进了湖里 给自己的亲生女儿当替身 很快真正的截杀贝尔就游了过来 取下了女主手上的家传手卓 最后附身成功 截杀贝尔将使用女主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